娱乐圈里关于冯上峰和赵丽颖的恋情 可算是一场猜测与否认的大戏 之前两人屡次被偶遇爆出恋情传闻 银宝院因为怀孕喜讯屡次被猜测 夫妻二人从各种否认到最终官宣 也终时让一众粉丝期待又紧张 结婚后的小两口也是不再忙工作 一门心思经营起幸福之家 在今年3月8号 冯上峰就官宣 老婆赵丽身下一枚小小男子汉 夫妻二人终于有了爱情结晶 一直被财测怀孕的银宝 也是收到一桩粉丝的祝福 生完孩子后的赵丽颖 也是安心坐月子视着为露面 相比较其他明星可以说十分低调了 她也是被称是最注重坐月子的女星 而就在近日有媒体拍到 赵丽颖冯上峰两口走外出吃饭 当天赵丽颖头戴余服帽 口戴面罩 身穿格子棉外套 搭配长筒袜 将自己舞得严严实实很薄暖 而老公冯上峰则穿着白色短袖 暖心为老婆开车门十分恩爱 看到赵丽三个月后终于露面 粉丝们也猜测她是不是要复工拍戏 大家期待吗 欢迎留言评论